歡迎收聽《紳士閣聽新聞》 我是Ada 以下節目內容是取材自自媒體 《大雨派案驚奇》節目 發表在《大紀元新聞網》內容 中國水電器齊齊加價 或者快快加價 中國人不敢花錢 但那些錢為何還被洗光呢? 中共央行在5月17日 開始出售一萬億的超長期特別國債 相當於中共當局 可以突然借到一萬億 抱著這麼多錢 要花在哪裡呢? 而特別國債的特殊性 在於政府可以將它用於任何目的 或者叫做專款專用 它不列入財政赤字 因此不受任何財政預算規則的限制 這裡所提到的超長期 是指為期十年以上 今次國債發行備受關注 外界密切諸事 這批國債將會怎樣用? 誰將會最終擁有這些債券等等問題? 中共只是輕描淡寫說 轉行用於國家重大戰略實施 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 但是中共的真正目的 很可能是用這筆錢 來規避金融危機 首先 顯然意見 中共沒有錢了 先說說最近的一些例子 全國各地水電燃氣開始或即將開始加價 中國的能源公司都是大型央企 水電器加價的目的就是為了增加政府財政收入 這時候也發生了民間的怪事 5月11日 浙江台州書生小學的600多名家長接到學校通知 因為政府未支付教育服務費 嚴重影響學校運作 為了確保學校各項工作正常展開 決定向每個學生暫時收學費2萬元 這麼說明中共地方政府都拿不出錢來維持所謂的義務教育 5月15日 雲南路江交通運輸集團發公告說 集團已在去年8月31日進入破產清盤程序 經報交通主管部門批准 公司決定由今年6月1日起 對所有營運路線暫時停止營運 5月16日 因為安徽廣電傳媒集團拖欠供貨商貨款 供應商在安徽廣電傳媒集團正坐打地鋪追債 安徽廣電傳媒集團是大型國有獨資企業 但他們旗下的加價購物 已在今年4月28日 發出破產通告 並拖欠供貨商今年1月至4月的貨款 供貨商質疑 為什麼公司在破產前仍然要供貨商發貨 這樣擺明是詐騙 而且現在房地產難尾 企業爆煲的維權消息 中共各國地 每天都想演著受害者集體維權抗議的事 而這些都反映到 由中央到政府 中共無錢的殘酷現實 其次 由金融數據來看 2024年5月11日 中共央行公佈了4月份的金融統計數據 顯示M1同比減少1.4% 社會融資規模同比也減少14,200億 只有M2同比增長7.2% M2同社會融資兩者反映出同一件事物的兩面 分別描述了金融機構的供應和需求 現在回頭看4月的金融數據 M2增加 但是M1就減少 說明大家 將大部分的錢放在銀行定期存款 不願意拿出來消費或投資 這樣的貨幣周轉減少 消費不振 影響整體經濟發展 而一般來說 社會融資越大 實體經濟越好 但是現在社會融資萎縮 說明實體經濟不景氣 總體來說 這樣表明中共金融產能正在萎縮 如果不及時應付 會引發金融危機 一方面 目前經濟收縮下行 企業支出 個人支出都下降 投資意願低 這時候 中共發國債 機構或個人買國債 將它當作一種儲蓄 而中共就是等於將社會上的資金聚集一起 你不花錢 中共親自下場幫你洗 這就和週五央行宣布 設立3,000億保障性住房 載貸款是一樣的性質 老百姓不買屋 中共下場買屋 老百姓不買樓 中共下場買樓 另一方面 再具體一點 到底是什麼問題這麼嚴重 能夠成為引發金融危機的核彈呢? 實際上 所謂特別國債 中央之前發行過五次 加上今次就是第六次 第一、二次之間相隔九年 第二、三次相隔十年 第三、四次相隔三年 第四、五次相隔兩年六個月 第五、六次相隔一年四個月 這個相隔期間是越來越短 而這六次特別國債之中 只有兩次是超長期的 除去借新還舊的幾次發行 最主要的是1998年金融風暴 為四大銀行補充資本金 2007年 為國家主權財富基金提供總子資金 2020年當局宣稱是要用於疫情管控 也令人質疑這筆錢 是否為財政不足、堵塞咕窿 第三次展示了所謂特別國債的多功能性 和戰略重要性 而中共政府今年再動用這個罕見的金融工具 其實就是表明中共高層已意識到危機來臨 不過中共在如何使用這1萬億人民幣的問題上 也含糊其詞 國外分析師普遍預期 大部分資金將會用於減少陷入困境的 房地產行業個性供應 也只是4月30日中共政治局會議要求的 採取措施 消化現有住屋存量 目前已經提出了幾種模式 基本上都是由政府 由希望救援新的屋主手上買屋 或由陷入困境的開發商手上買屋 其實這兩個措施的實行和影響都是很有限的 然後就是晶片研發和生產 這應該算得上是國家重大戰略實施 和重點領域安全能力建設 而晶片產業向來是多個國家合作的項目 一己之力很難辦到 這樣還剩下什麼呢? 中共吹噓的今年GDP要達到5% 所以其中一個目的是使用錢來保持GDP的增速 第二個目的就是不讓地方債爆布 未來的唯一出路就是央行出錢買地方債 雖然超長期國債央行不是買家 和發錢沒有關係 但這是一步步演變的 畢竟央行賣國債得到的錢 還是給地方的 地方最後一定還不到 那還不等於央行替地方玩? 還有一個問題 誰將會最終持有這些超長期國債? 據彭博社估計 商業銀行持有大約65%的中共國債 其中大約一半是來自六大國有貸款機構 不過中共計劃 通過銀行市場的公開拍賣出售這些國債 小型地區貸款機構很可能也會分一杯更 中共的國債市場一路走一路發 尤其是超長期國債 30年期國債的收益率 比一年前低50個基點 存款充裕 缺乏投資機會的小型貸款機構紛紛湧入 引發監管機構的擔心 認為它們是投機國債 令自己面臨存在的存續期風險 這場超大規模的拍賣 會不會為中國版植谷銀行的失敗埋下總子呢? 植谷銀行去年失敗提供了一個警示例子 由於預期利率將會保持穩定 這家美國貸款機構 向長期國債注入了數十億美元 但隨著美聯儲開始進入糾竅的加息週期 它的巨額賭注最終化為炮影 中共的國債市場雖然與美國不一樣 但是也有拋售的時候 現在市場裡有兩種觀點 一種認為房地產玩完 而一種是認為雖然房地產玩完 但是製造業優勢還在 但是由社會融資規模萎縮來看 製造業其實也是不景氣 現實是大家不投資地產 政府投資能夠做的也是有限的 未來經濟肯定只能靠外貿 因為沒有人相信內需能夠拉動經濟 就連習近平自己也不相信 所以中國拼命否認產能過剩 就是要想盡辦法傾銷國外 不過外貿也是靠不住的 所以習近平前面只有兩個選擇 要麼就像美國發展成為消費國 要麼就要技術突破 中共的命運已定 出得離行 遲早要還 喂喂 看完米酒住 記得like subscribe 和按鈴鐺 支持我們支持真相 如果您知道聲稱會不會有效 發展成為消費國外 消費時宣竅 會不會出現 低了 不停地 不會沒有 絕對 沒有 寫著 偶然 有 意 想 也 寫著 不停地